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的困難 大家都有目共睹 亦都由於這些嚴峻的局面 是引申了我們今天要處理的工作 所以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 特區政府要吸取教訓 各個立法會的議員 我希望都能夠吸取教訓 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這些亂局 香港市民是希望有一個穩定安寧的環境 可以在這裡安居樂業 本週的國際直升先來關心 香港破百萬人參與的 反送中大遊行到6月9號滿一週年了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每週例行內閣會議前 向媒體表示 香港政府在過去一年的運動中上了一課 她強調香港市民要的是 安居樂業的生活 而不是承受這些暴動行為 同時她也譴責現在準備 被側動罷工罷課的群眾 是在破壞七百萬市民的共同利益 回顧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 導火先是2018年 港人成通加在台灣殺害女友之後 再逃回香港的事件 當時因為香港和台灣之間沒有引渡協議 所以無法將犯人引渡回台灣審理 這就讓香港保安局在2019年 借此提出要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 以建立香港和中國的引渡機制 但是因為擔心中國借此把手伸進香港法律 合法逮捕異議人士或是刁難港商 各界就開始出現反彈聲浪 而相關的抗議活動也慢慢發酵 響應人數一次比一次多 例如6月6號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起遊行 抗議反送中惡法的修訂 之後6月9號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大遊行 有大約130萬人上街 當時特首林鄭月娥將此抗議 視為是一個集體暴動 害處警力鎮壓 之後更激起港人怒火 6月16號遊行參與人數 進而增加到200萬人之多 之後林鄭月娥才出面道歉 但是並沒有宣布撤回條例 一直到香港歷經佔領立法會 元朗白藝人事件 三罷運動等等 林鄭月娥在9月4號才宣布要撤回逃犯條例 不過對於抗議者其他訴求則是沒有回應 也就導致相關的抗議行動跟警民衝突 持續在市區和校園裡發生 雖然這場長達半年左右的抗爭行動 成功讓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正草案 也讓民主派在區域會選舉中大勝 但是呢 今年也有新的爭議出現 5月28號 中國人大代表通過香港國安法草案 允許中國國安機關進駐香港 也授權人大委員會跳過香港司法 直接針對香港的國安事務立法 香港民主派認為 這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政治和言論自由 也違背當初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承諾 雖然疫情讓集會變得困難 但還是有不少團體上街抗議 一年前發起百萬大遊行的民政 也將在7月1號號召民眾上街遊行抗議惡法 同時也重申反送中運動的五大訴求 中林傳統책 中林傳統alet 根據6月9號朝鮮中央通訊社的公報 北韓從當天中午12點整開始 切斷所有跟南韓之間的通訊管道 包含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部 和南韓總統府青瓦台的連線 還有南北韓軍方的通訊線路等等 北韓大政局大動作展現敵對南韓的態度 背後下定的還不是最高領袖金正恩 而是他的妹妹金宇正 金宇正在4號就因為脫北者組織 在邊境空飄發送反北韓的傳單 而向南韓抗議也一度揚言要切斷聯繫 後來到了8號北韓一度還漏接 早上9點的雙方例行通話 雖然到了下午5點就恢復聯繫 但是隔天9號朝鮮中央的公報 就以南韓政府的不作為為理由 切斷雙方的聯繫 讓南北韓的關係急轉直下 南北韓近兩年關係是在2018年4月開始破冰 雙方領導人在韓國板門店的和平之家舉行對禪 共同還簽署了板門店宣言 全面停止雙方的敵對行為 並共同推動韓半島的無核化 同年9月兩國共同設立 南北韓共同聯絡事務所作為直接聯繫的窗口 但事隔21個月的現在雙方突然切斷通訊 那未來南北韓的關係會不會出現轉變 還值得觀察 佛羅伊德事件所引發的反種族歧視跟暴力執法的抗議行動 至今仍在美國各地持續延燒 眼看暴動事件不斷發生 美國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也開始做出各種回應 悲劇發生地迷你亞波里斯市市議會在6月6號全票通過了新的規定 包括禁止警察鎖猴 以及未來如果有警員未經授權使用武力 其他警員必須要介入阻止不得袖手旁觀等等 另外超過半數的市議員還在7號表明 未來會將市警局全部解散 重新組織規劃 那麼紐約州也在10號通過公開警察紀律紀錄的法案 州長承諾這一週內就會簽署生效 州長得這週內就會簽署生效 州長等通過全觀證據 州長會把帝國到國家公司 家的施 함關 責罪行動部軌道 Mind or م 這些是我們一直在談論的問題 這段時間是為悲劇的行動 我們現在正在接受 至於聯邦政府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參議院小數黨領袖舒默 還有二十多位議員 8日在國會山莊大廳單膝下跪 8分46秒來吊念佛洛伊德 9日民主黨議員提出 長達134頁的法案 規範警察的執法和武力使用標準 同時保障受害者家屬向警察求償的權利 等於終結警察在民事訴訟上的有限豁免權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隔天還召開聽證會 為之後的法案表決做準備 弗洛伊德的弟弟和代表律師也有出席 表達對正義訴求和渴望 改變成立法改變成立法人 就是在最高的地方 那是我們在 Washington D.C. 提供前面的公司 因為這件事的死亡 給我們最好的機會 我從來做這個 讓我們更新的改變 更新的改變 更新的改變 去影響警察的色情 尤其是黑人 雖然宇會議員大多支持相關立法 但這次民主黨提出的法案內容 並沒有提到部分抗議人士撤出警察資金的要求 在8號的相關會議當中 美國總統川普也表示 他認為有99%的警察是好人 美國不會解散警隊 也不會撤銷他們的資金 他不會解散警隊 他不會解散警隊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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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警察讓我們生活在平安 我們想要確保我們不存在那裡 有些不好的警察 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一些可惡的事情 像我們最近看到了 99% 我會說99.9% 但我們要說99% 他們是很棒的人 最後要帶大家看一則有趣的新聞 就是達賴喇媽即將在今年生日當天 推出個人的音樂專輯 今年7月6號 達賴喇媽即將慶祝85歲大壽 來自紐西蘭的音樂家 簡尼拉庫寧 花了5年時間 和先生和數十位音樂人 一起為達賴喇媽製作這張專輯 那裡面還收錄11首由達賴唱送的經文 專輯的銷售所得將會贊助美國非營利組織 心智與生命研究所 還有達賴喇媽在愛莫瑞大學 推動的社會情緒倫理學程 顧寧在美聯社的訪問中表示 他當初想替達賴喇媽出專輯 可是並沒有馬上被他的團隊所採納 一直到2015年 他到印度旅行的時候 以書信的方式提案 才成功獲得達賴喇媽同意 那根據顧寧轉述 達賴喇媽認為 音樂可以超越旗艦 讓人們重返初心和善性 他本人也對這項計畫充滿熱忱 目前單曲同行星已經在6月9號釋出 好啦 以上就是本週的國際直升 希望能幫大家快速掌握 最近值得注意的國際新聞 禮拜六的國際大風吹系列要來關心 再過不到半年就要大選的美國 在川普聲勢受到疫情 和弗洛伊德事件影響之下 如果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挑戰成功 那美國還會像現在一樣反中嗎 最後還是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邦逸順 中宣厚 資林立 九曼 映中豪 Sniper711 張宇安 吳鎮宇 炒飯小子 Miles 台庫 林 王俊哲 Twitch搜尋熱關肉質批發零售 Jenny Lu Nikki 台灣 Vin A Eddie Chen 金爪機械 Jason Lin 衛酸人 V3man K 謝謝你們 謝謝 Jenny Lu Nikki Jenny Lu Nikki Jenny Lu Nikki